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喜欢自己 所以总是费尽心思讨好别人 殊不知人与人的感情 不是靠一味的迎合与讨好支撑的 在这世上没有人能够被所有人喜欢 不必为了取悦别人而失去自我 今天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最舒服的关系是做到这三个字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著名学者梁石秋曾说 与朋友交久而静之 静也就是保持距离 也就是防止过分亲密 友谊不可透支 总要保留几分 就像树与树之间 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才能健康生长一样 人与人交往 亲密 也要友谏 把握好尺度 不越界 才是相处最舒服的状态 行有所指 俄罗斯作家 邦达列夫说过 人类的一切痛苦根源 都源于缺乏边界感 生活中我们常常能看到 各种各样的人际越界 你每个月赚多少钱 你怎么还不结婚 你在家闲着 能帮我照顾一下孩子吗 你在公司是上司 给我儿子安排个职位呗 成年人的边界感就像空气 一旦消失 就知道有多重要了 热播剧 《我在他乡挺好的》中 北漂女孩乔西辰 独自在外打拼 一次大伯父生病了 要来北京治疗 想让他帮忙张罗看病 他答应了 但亲戚的各种过分行为 让他很头疼 大伯母一来 就挤对他住的地方小 还偷偷把他的猫 赶出了家门 找医院时 又点名 要某知名医院的专家号 然而这种级别的专家 都是很难挂上号 乔西辰商量说 能不能先挂一个普通号 但是大伯母听了 脸立马黑了下来 乔西辰也不敢怠慢 每天凌晨五点钟 就去医院 给他们挂号 那段时间 他的精神状态 一直都不好 上班迟到 开会打瞌睡 尽管如此 也还是没有半分不尽 之后费尽心思 总算帮大伯父 找到了一个 还不错的医生 但伯母一看 不是那个名医 又闹了起来 大伯母的一再越界 让乔西辰终于忍无可忍 和他大吵了起来 有句话说得好 再好的感情 也会死于理所当然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最忌讳不知所指 花枯萎了 还有重开之日 感情透支了 就很难再挽回的 言有所见 曾广贤文有云 话到嘴边留半句 事到临头 让三分 宝经事故少开口 看破人情 但点头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几年没见的 大学同学在一起聚餐 阿驰发现 有一个同学身上的衣服 是大学时经常穿的 便对那位同学说 我记得你大学时 就经常穿这件衣服 你是不是故意哭穷 所以今天特意穿出来呀 阿驰一句话 让原本热闹的气氛 瞬间变得尴尬 这时班长出来打圆场说 这说明他身材保持得好 我去年买的衣服 今年就穿不上了 肚子越来越大 我正发愁呢 这时旁边的人 纷纷问那位同学说 别藏着掖着了 大家同学一场 快告诉我们 你是怎样保持身材的 在班长的解围下 气氛再次活跃起来 也化解了 刚刚尴尬的气氛 听过一句话 你让人舒服的程度 决定着你能抵达的高度 语言虽然无形 但可以像春风般舒服 也可以化作利润 直穿人心 有时你的口直心快 可能让人左右为难 有时你的口无遮拦 就会让人有苦难言 生活中管好自己的嘴 守住自己的心 留好自己的分寸 是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 凡事有度 一代宗师里有句台词 做耕要讲究火猴 火猴不到 众口难调 火猴过了 事情就交 火猴就是度 把握好度 才能维持好一段感情 上世纪中国文坛中 胡适无疑是一位风云人物 胡适的太太江东秀 喜欢打麻将 他们在研究院的宿舍居住时 江东秀为了打麻将 经常违反宿舍规定 胡适屡劝不止 只好带着他搬了出去 很多人不解 问胡适说 院长是你的学生 打个麻将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至于跟他客气吗 胡适回答 正因为他是我的学生 我才不能麻烦他 很多时候 我们与人相处 不是不懂得亲近 而是不懂疏远 梁时秋在《谭友谊》里写道 君子之交淡如水 因为淡 所以才能不腻 才能持久 在所有令人舒服的相处中 一定是包含合适的分寸感 我举个例子 假如有一位老板 他有一位很得力的下属 公司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 突然有一天 这个下属决定要辞职了 老板就问他 你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要辞职呢 他说因为我的太太 想要离开这个城市 虽然我也很想留下来 但我还是决定 跟我太太一起走 然后这位老板就说 那你就离婚呗 事业比家庭重要多了 你留下来 简直前途无量啊 为了家庭而放弃 太可惜了 你看 这个时候 这位老板就越界了 他没有意识到 离不离婚是别人的决定 跟公司没有关系 这就会让别人陷入 很尴尬的局面 与人交往的时候 也经常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 假如你在一个会议上 认识了一位新朋友 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很有礼貌 互相介绍自己的公司 职业 互相交换名片 聊着聊着 对方突然问你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这个时候 你就不想搭理他了 因为他越界了 甚至有的人 还会继续跟你说 我一个月赚三万块 你呢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告诉你了 你也告诉我吧 这就更不礼貌了 一个月赚多少钱 这是个人的隐私 隐私的所有权归属自己 别人不应该主动询问 如果你主动告诉别人 我一个月赚三万块 这是你自己愿意 把所有权分享给别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 别人一定要跟你交换 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朋友在微信上 问你一些问题 你正好不忙 他的问题也比较简单 于是你就顺手回答了 但有的时候你特别忙 你就没有及时回复他 他立刻打电话找你说 我看你没回 我就打个电话问问你 这个时候你说 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有什么问题 你先微信留个言 我方便的时候回你 就挂了电话 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情况 但对方却恼羞成怒 你太不把我当朋友了 我一直认为你是特别好的人 看来我看错人了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边界感 别人的时间 所有权属于谁 属于他自己 所以你并没有权利占用 你一旦要占用别人的时间 就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 强行占用就属于越界 曾看到一位网友 分享自己的经历 一次他发小去他所在的城市看病 直到回去的那天下午 才打电话告诉他 自己准备回去了 他问发小为何不早点告诉自己 即便不能陪同 至少可以提供住宿 发小却说 知道你现在挺忙 父母孩子都需要你照顾 就没有打扰你 随着年龄渐长 经历的事情越多 渐渐觉得 长久的友谊 都是适可而止 亲密有间的 就像毕书敏说的那样 亲近的保持距离 或许才是最恰当的交际方式 凡事有分寸 孰不于局 感情才能长久 罗振宇曾提出过 发行社交货币的概念 如果你要别人对你好 就要先学会付出 你喜欢被照顾 就要先去照顾别人 当你善待别人的时候 其实也是善待你自己 行有所指 言有所借 凡事有度 是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